最为严厉的酷刑之一 兽刑之人简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么你知道历史上最后一个 享用凌迟酷刑的人是谁吗 说起他呀 不得不谈起他传奇的一生 这个人叫康天心 江湖人称康小八 是江湖上有名的大盗 康小八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杀人放火 抢劫强奸 当时还用一把枪打死了给自己找活干的财主 此后康小八的名气是越来越大 在江湖上也越来越混得开 当时很多的小混混都对康小八非常尊敬 但是老百姓却对这个大恶人痛恨不已 有一天在集市上 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谈及到了康小八 并说了很多康小八的怪话 当时正好让经过的康小八听到 康小八一挤眼 便开枪将这几个人杀死了 清朝官员知道后就马上派兵 将康小八抓了起来 关进了大牢里 不知为何 突然有一天 慈禧太后听说了康小八的事情 便对康小八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 想要见见康小八 当士兵把康小八带到慈禧太后面前的时候 慈禧见了差点没吐出来 康小八又瘦又丑又矮 慈禧张口就骂 这康小八听了之后 便马上还击说道 要结就结皇上 要奸就奸皇妃 慈禧一听龙颜大怒 便命令将康小八拖下去 凌迟处死 行刑的人一共搁了三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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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赁金逮队